为琴糕看世界 看一新琴糕 穿起平定的琴糕 爽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琴糕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礼拜的我爱琴糕 一开始琴糕新闻周报 由我会好说台诡就说台诡 没好说台诡就说话语的 任大米为你補赏 书生是两件很感心的新闻 第一人潜高村 有造成的女孩小鱼 正一陣子接到她的阿母 为台南卡电话来 关心女孩的农村生活 电话中竟然提出一个 非常专业的问题 是关系到 倒飞湿 妈妈问小鱼 您生高村的倒飞湿 是不是很严重 小鱼听到驾一下 问妈妈说 你哪会知道 妈妈说 因为她有听我爱生高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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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上位这部制作人的大米 非常坚定 余妈妈 利用听本这部来感谢 女孩的行为 嘖嘖嘖嘖嘖 不对 是关心出门在外的女孩 这样就对了 妈 我在这儿很好耶 妈你帮我寄菜掌过来 我想吃菜掌 另外这间很严重的事情 跟修理厨顶有关系 在床家要做出是温戏温戏 走到的老主的厨 又又专业来是要怎么办 好感觉 由修隆 杏妍跟齐萱造成一个抢救屋顶二人组 在这次尼泊特红柒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修理的策略包括有田文社社长引导 又还有小尖蔬菜的策略 你不要看小尖店中 每天都弃定神仙坐点较稠 几次如果落后 他的头顶就开始流水 以后的书是坐在这个瀑布 会比较烂的软 经过这次红胎 杏妍跟齐萱造成的抢救屋顶小组 也在到很大的签订 小农朋友那是刚刚处定派起的问题 可以抢救屋顶二人组到三天 这两个很爱做时间的陈杏妍跟洪齐萱同学 真的好棒棒 说到田文社引导的处定 自从去年去给苏迪勒 兄弟打派去搁家 都没坚强修理得好 本周他还做成强台迷伯特 下定有OVER 因为有点出门没住在家里 他非常烦 其实OVER最烦烈的不是处定 他烦烈的是他的派遣员兼 性伴侣蚂蚁 因为蚂蚁无关他撤离 想要死守家园 OVER自己说不定当 只好车出人人好的美红节道寇坑 想不到美红节搞错重点 美红节重点变成是 OVER变得好温柔哦 是的 这就是团睡中爱情的力量 女汉子也会变温柔 爱情的力量 小子老师也会变营营 爱情的力量 营养的力量 为情乃比胸 到底最后 他心里的人 有离开那间危险的家 那已经不重要了 走下来是科学家 并且记者林芳怡提供的消息 说到蜜蝠 蝙蝠 对农业的帮助 有多年大 你知道吗 比如当年阿将的流人 就是要扣蜜蝠来授粉 那是在北美洲 这一段点的蜜蝠 只要扣一夜 就能吃掉 四吨至十三吨的农业海塘 帮农兴生这大壁农业会 所以最近 由芳怡和伊汉主板 《农夫科学家》系列 都邀请蜜蝠专家 也是中华客区 上水米生态团队的发起人 陈鸿章先生 来到宜兰教大家 试试蜜蝠的一些特性 像说他爱吃什么 爱住在哪里 不然时刻来坐担 也在晚上的时候 带队到蜡蝠参比 的水中餐里面 做蜜蝠针测器和竖琴网 进行蜜蝠的野外调查 农夫看不到蜜蝠 不过蜜蝠 所以一直比 口渐 来到这附近 是蜜蝠很大的环境 在这次的过程当中 农夫也学到很多 想不到农上时 都没去注意的蜜蝠 竟然可能就是农夫的好帮手 注意注意 侦测到有敌人靠近 什么敌人 要叫恩人 说到烘胎来 做农的人 其实是没在帮烘胎家 不可以露餐做工作 就点处理做农三品加工 干燥辣椒 这是小农康复后教官 把刚才拆析为四川麻辣椒 分类了 做成大米和大米两种 农村的生活最差别 就是用我的东西 握你的东西 头一段就是小农意汉 用一包147白米 握到教官的60条贤酒 好好哦 我也喜欢辣椒 但是我没有米 若是买买 当然也可以 美红手工厨房嘛 聞辣而来 美红姐最近当地在做道理 建行豆腐乳制作的大工程 这些教官的辣椒 来得真多好 大米一想到 辣味豆腐乳的香气与美味 就 好 好 尤其店门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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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贤 这几天尉到大米和大米逢 到大米当地做道理 唱到母音 修正也是非常複雜的运作 参加了很多黄色笑话在比方 所以说今年的豆腐 是这样限制炙活力 原來今年美鳳姐的豆漬起價變350塊是這個原因 不是啦 是因為飛機界的豆腐跟其他原料成本剪刀啦 最後是真好玩在鳳台之前就把切仔拍好 收起來的甜麵社Over愛的呼喚 今年要是有很多消融會選擇用一頭拍切仔 辛苦幾辛苦 但是米吃起來特別Q彈好吃喔 不過那想要用它頭拍 需要真看真便的空地 比如說遊樂園的小友 它就帶小孩好心 到底用阿彌陀和阿公時代用家當的拍切仔空地補給朋友來用 其他的修容就頭拍摩的時候 沒有所在拍切仔 因為那說到拍切仔就會讓人感覺悄悄症悄 有地人也不介意照人使用 所以聽仔布的朋友 那是有住在沉口 沉口 大黑的人 願意出空地給小龍拍切仔 歡迎你在咪咪之音留言 我們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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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謝謝 以上就是這禮拜露露等的沉口新聞 感謝收聽 所以再來 再不買好問的 是來因爽作餐已經第四檔的小龍 我們現在是讓小龍一邊挑米一邊跟我們聊天 像這一次尼伯特颱風來 大家都在搶收稻米 然後我就以為直覺以為 哇 小龍你的米已經搶收回來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挑米 其實那個直覺反應是有點離譜對不對 像距離收割了之後 然後還要到像你挑米這一步 中間通常還要多久的時間 通常還需要大概兩到三個禮拜以上 因為一般就是收割起來之後 一定是要接著烘 那烘完進倉庫 就中間過程可能就兩三天的時間 然後進倉庫一般會建議說放個兩個禮拜以上 讓它回水 就是因為它烘 剛才是讓那個含水率去把它降低 可是它應該是還需要一段時間 讓它整個的怎麼講 所以含水的那個平均是要更穩定更平均一點 所以說那樣子撵出來的米會比較好吃 那也比較不會因為含水率還不平均的關係 而讓它太容易斷掉 含水率連這三個字都說得出來的話 你其實對自己當個專業農夫 大概是不是已經對農夫整個務農流程 算是有把握了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是中第三年 那說把握就是 也還不敢講 因為真的有很多還要再繼續學習的部分 那我覺得現在 最快學習的方法就是 一直去別人的田裡幫忙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的前輩在做 所以直接去看人家田地裡面的狀況 是比較快累積經驗的 你不只是去田裡幫忙 在你的生活很大部分 我們都知道你都還帶著團體 或者說帶學生們 有一起參與務農經驗 這算也是你在農村的生活步調裡面 很重要的想要投入的對不對 是 為什麼 因為我 以前就是一直在做自然 自然觀察方面的導覽解說 就是從高中的時候 就在做這種 野鳥學會的解說 志工 所以 我一直都是 那時候就很清楚 大概是以 這輩子的天命 就是 帶人去認識自然這件事情 對 環境教育嗎 是這麼說 對 要用環境教育 這樣子 形容或者說現在講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 對 或者是 什麼自然體驗 很多名稱我覺得都 都都OK 對 沒有那麼 care 自己會不會分類到 哪一個範疇跟領域去 對 然後尤其自己來種田覺得 農田是一個非常好的 跟大自然接觸到的一個 學習教室 嗯 我們在一開始 其實對於 小劉也是 所謂友善更做小農 是 這樣子來辨識身分的話 然後我愛深溝 一定要先從 快問快答 開始認識一位小農 小農 小農圈雖然都 對你很熟悉了 可是 我們要為其他的 聽眾服務 好 我們接下來 進行快問快答 為什麼你叫做小劉 因為我的綽號叫 小劉嘉玲 你那個劉明明就不是那個劉 你的劉是一個 劉柱的劉 加上一個鳥字邊 那是一種鳥類 為什麼 他為什麼跟劉嘉玲扯上關係了 你自己修實 你這是 自己講的 笑話自己都 無法修實 那 真實的原因是 呃 這個 剛才大米碩這個劉這個字 是修劉一種貓頭鷹的名字 那修劉這個貓頭鷹 小小圓圓的 我覺得 我長得跟他好像 而且好可愛這樣 有些形容詞真的是別人說比較適合 包括 包括劉嘉玲啊 長得很可愛啊 不過這圓圓的 然後小小隻的 然後聲音很悅耳 這真的都很符合小劉 但小劉的本名 本名叫謝嘉玲 小劉請問你 在田裡可不可以尿尿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田旁邊有廁所 啊 那如果旁邊沒廁所的時候呢 如果旁邊沒廁所 可以 可是我旁邊都有廁所 哪有 農村明明就很少有廁所啊 我的田旁邊有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是有複色洗手間的 是這樣子 那如果以觀光客的那種身份 他們到了農村旅行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可以因為應急的關係 在田邊尿尿嗎 看哪塊田 有大馬路邊的啊 什麼意思 可以尿尿在大馬路邊 不可以尿尿在小馬路邊 大馬路邊就可以收費啊 原來你是在開玩笑 請問你夏天的時候最怕遇到什麼 夏天遇到大太陽吧 怕熱 怕熱 宜蘭的一起到座 偏偏又是在春夏這個季節 那你那時候怎麼沒有因為這樣 而不想要務農 因為還沒有種田前不知道啊 那開始種了第一年的時候 有沒有因為太熱而放棄過 想要放棄 第一年太熱然後遇到的情況就是 很熱可是草很多一定要除很痛苦 第二年就是早一點出草 就是趁天氣還沒有那麼炎熱的時候趕快出草 對 好那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夏天的時候 最開心的事情 算是看到有一些活動的時候會有一些 大朋友小朋友啊 在田裡面你會看到他的笑容 或者說你看到他的態度的轉變 他可能原本是很害怕那個泥水髒 或者是害怕田裡面有一些未知的生物 他會緊張害怕 那可是你也看得到他的轉變 就是當他開始踏出第一步之後 然後 或者有的是差一樣就是除草 然後經過那一小段時間 你看他慢慢的在田裡 他放鬆下來 他原本的緊張害怕 跟面對未知事前那個武裝 就解除下來之後 因為你看到他很自在很開心 在田裡面很享受這一個 跟你土跟大地在一起的過程 就會覺得很開心非常開心 所以你的成就感好像不是來自於 你自己真正收成多少 你是藉由種田的時候 然後帶著這些人一起認識土地認識環境 你還是比較著重於希望從教育那個 給自己生活的基礎養分 跟這些一直當成生活主力這樣是嗎 是指說收入嗎 也都是 都算是其實 大概也會是抓一個比例啦 那目前我自己感覺 可能在務農的部分 其實還是佔我可能三分之二的努力量 那另外一些分享 就是我覺得像如果是活動啊 或是學生來到我們田裡 就是我去分享一個農夫的視野給他們 感受一下 那這個比重大概佔了我三分之一的努力量 努力量跟體力 那個是一樣的 時間 努力就是時間上的分配 因為在宜蘭一起到座 遇到後半年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同時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比例 同時間都縮減了 後半期的話 像如果我們以學生來圓農 或者是說一些親子小舉行活動 其實會有菜圓的部分 對 所以我對我自己來講 反而在下半年其實就是 比重會變成或許 就包米出貨啊 可能是變成三分之一 然後活動的分享可能變三分之二 其實就是它是一個不同季節 會有一個不同排列組合變動 所以在 宜蘭的休耕期間 就是秋天冬天的時候 在你的這種農事體驗的 教育課程或分享課程裡面 它反而可以有 有別於種稻的時候的分享 而且到了秋季就是 秋冬後季就是大概就是農險的時候 說實話就是大概農友之間的 田裡的工作量比較少 然後心情也比較放鬆 因為那年已經沒事了 沒有就除了包米出貨 這個事情之外 所以我們有一些 例如說實習生的參訪 就是比較深度的 然後時間長一點的 那在這個時間可以更輕鬆的聊 那會是有別於農忙時候的收穫 能夠做這個事情的 還真不是一般小農做的來 主要是因為小劉 你是學導覽解說這方面 你是這方面專科 是吧 你之前的工作 學的是生態背景 是森林系還有野生動物保育 對 那在森林系裡面所做到的 專業訓練其實就已經有 戶外休閒遊器 還有解說教育這個面向 所以就在你當時決定 三四年前是嗎 要開始務農的時候 你自己也就想要投入 生態解說這方面的當成 也是跟著務農一起 所謂辦農辦X 可以說你的X就是指那一塊嗎 還是還有其他 主要就是這一塊環境教育的部分 這有沒有讓你 在環境教育 尤其是在宜蘭的 也是深溝村嗎 還是包括內城 你的環境教育的區域 包括哪些 圓山鄉 這個範圍是我比較熟悉的 主要是宜蘭縣圓山鄉 那就包括好幾個村落了 對 所以從七弦到七弦深溝 真相內城大湖 對這幾個村我們都有 就是活動都有合作過 可是你是本地人嗎 你怎麼會對這一個 整個圓山鄉那麼的熟悉 因為我在宜蘭已經七年多了 而且我七年前會到宜蘭 就是因為圓山生態教育館的工作機會 所以在生態館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面對 就是我們YD來的遊客 以及面對我們在宜蘭的學校團體 去介紹宜蘭的很多 包括 當時主要是林業的部分 森林的保護啊 還有很多野生動物保育的事情 我們會去分享 所以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一定的 去打一定的基礎 對 然後再加上我有去 社區大學上 社區營造園培訓 所以在那個機會下 就更有機會去認識到 全宜蘭縣的各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各個社區很獨特的一些 他們的社區資源 結果七年前來工作 是在圓山教育館 然後工作了三年之後 決定投入自己務農 那是什麼樣轉折 那時候在生態館之後 還有去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對 那個轉折點 有很意氣用事的面向 意氣用事還是感情用事呢 是意氣還是感情呢 就 欸 我不知道分別是什麼欸 喔喔 OK 感情就是可能就是 遇到了一個對的人 然後被陷害了 然後就開始互動 意氣的話可能是朋友關係啊 可能對象不一樣 好吧那是賭氣吧 所以是賭了什麼氣啊 就在PTT 電子報告欄 然後 會跟人家比讚 那我自己是 本身是苗栗長大的 那那時候 遇到一個大普事件 那我們當然 學生態的 比較會想說 從一個農田生態系 的立場去談 所以其實農田留住 那會有很多的生物 會去需要農田生態的 可是這個部分的 GDP算不出來 那往往不容易被 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在 比讚的時候當然會希望 去談這一個面向 去講農田重要 農業很重要 生物狀況性很重要 這些事情 那可是在講那些 論述的過程當中 就被嗆了 就被 就鄉民一定會 互相嗆來嗆去嘛 就被嗆說 如果 物農這麼好的話 那叫你去種田 你要不要 我就被擊倒了 對 叫你去種田 你要不要 哇 你激不得喔 激不得欸 超 超賭氣的 就這樣子就決定要自己 要試試看 那時候 有覺得說 別人嗆這句話也很對啦 如果 如果 如果我 我好了 如果自己只是一直去說 欸這個事情很重要 然後 但是是叫別人去做 那自己還是維持在一個 相對 算穩定的 工作範圍裡 呃 相對算穩定的一個工作 的一個生活方式的時候 就 呃 真的好沒說服力跟立場喔 所以 所以剛好有一些機會 就 覺得說 欸那可以來試看看 對 那 啊所以那時候的目標就是 要來務農 嗯 然後比讚就不要輸 哈哈哈 那什麼時候回宮回去了呢 我 我後來真的開始種田之後 就 呃 在PTT上面如果再遇到 就是開始在講說 呃 務農沒前途啊 年輕人養不活自己啊 所以農地似乎在這種脈絡下 就應該理論被犧牲的樣子 嗯 我就 就 就可以站出來說 嗯 嗯 我們自己在 務農的時候我們看到的 欸自己的生活方式 還有其他農油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例證跟證明就是 呃 農業農業很重要 而且年輕人來務農 他是可以讓自己 安身立命 然後可以讓自己獲得 我們說的什麼 什麼三角形的需求 你知道什麼 對 你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還有一直到你最高 你自我實現的需求 其實可以透過務農來做到一個實現 那如果是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那 呃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再把農業視為一個 它就是沒有價值可以被毀滅掉 或者是說可以被忽視掉的一個事情 嗯 可是回到 呃 就冷靜過後 就是所謂的倔強啊 所謂的賭氣 那些心情都冷靜完了之後 嗯 你會覺得你走了這三年四年 真的值得嗎 呃 呃 我會想一下 我會想一下 原因是 我原本設定的目標是 嗯 三到五年 我希望可以賺到我以前 工作時候的薪水 對 很難吧 對 然後 然後第三年的時候發現 唉唷 還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差距 才剩一點點 那一年很厲害 有剩一點點 以前薪水也還不錯啦 所以就覺得 欸可是 呃 換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像 兩百甲楊文泉文泉大哥 楊百甲大團姆文泉大哥 也會想去討論這個話題 就是 欸要繼續再用這樣子 可以賺到多少錢 去吸引 年輕人來務農 那真的是 一個一個方向 那另外很更重要 其實更核心的一個方向是 呃 你來務農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你自己想過的生活可以完成 嗯 所以後來認真 認真去算一下發現說 欸我現在的薪水 我真的還沒有到我以前 在宜蘭這邊工作可以獲得到的薪水 還沒有達到那個 那 那三年嘛 那 應該說第三年 第三年 可是在這中間我帶的農事體驗活動 我第一年其實就達到兩千人次了 哇 那包括說像插秧好像就八次 嗯 那收割也是 加上有去參與的 好像是接近十次 嗯 就不一定是說自己辦活動 而是可能是去參與別人的收割活動 這樣子的一個 嗯 算是提供 提供 提供一個服務吧 的這種 這個部分 那我就覺得哇 那真的好難算喔 如果就是 但我說的我現在還沒有到以前的薪水 可是是在宜蘭足夠生活的 是已經有的 嗯 對 但這些日子以來 包括像之前有公車小旅行 然後你說的小農應援團等等的 在很多都是其實你帶著實驗的熱情去做 有沒有過一些心情感覺挫敗的時刻 怎麼度過 呃 有過 有過一個團體 大概是我這一陣子以來 算是這幾年來 有 有比較有挫敗到的 怎麼了 就有一個 就有團體是 學生團體啦 那那時候我覺得 呃 我對他們的了解沒有那麼足夠 然後當下我又把就是 比較大的要完成的進度的期待 放在上面 那一般我就是 一般我們 我自己個人是會去區分 就是所謂的 欸 那個體驗的 他就是來一個付費體驗的 跟他是要來做應援團 或者是說今天這個場合 很單純的就是一個打工 對 那平時我都會把它 劃分的非常清楚 因為我知道應該會蠻多人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去你田裡幫忙你 去幫忙那農友 我還要付你錢 為什麼 對 那那當然我們 我自己心裡會有一些簡單的劃分啦 簡單說例如 呃 他來一個小時 那其實就是來 來玩一下 因為一個小時還沒有進入到工作狀態 那我可能就會 呃 把它分類成跟建議成說 呃 那這個是以活動為主 是以參與者的時間跟他的需求為主 那他就是一個付費活動 好 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呃 呃 如果他是應援團 那就是以農友的需求 農友的時間為主 然後當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嗯 例如現在稻田最需要的是 呃 除草 嗯 對那可是如果你跑來說 欸我要玩擦秧 那就 那就不是一個 呃 適合這個季節 跟順應這個季節的做法 那 那會把它分類造可能是算應援團 那就是至少三小時的參與的時間 嗯 那可是他就 我覺得我蠻喜歡應援團的部分 就是呃 他會就是一個非常平等的狀態 嗯 就因為我們應援團都是志工型態 所以就是呃 呃 來參與的夥伴就呃 呃 呃直接的一起做農事 那農友這邊呢 大概就是簡單的一些茶水點心 嗯 就是算是一個小小的味道 然後在茶水點心的過程當中也可以 呃 相互的去認識 欸為什麼會有興趣 這樣子來幫忙農友 除除草啊 嗯 這樣的做法 對 那這大概是比較 嗯 我們可能對外界呈現的 那如果說是我們村 村裡面 或是我們自己圈內 呈現 當然就是可能有的是打工的型態 嗯 那當然就是另外 另外一回事 那那個要能夠去打工的話 那個速度跟專業度就 就真的會 有很有差別 嗯 因為他已經當成人力來招聘 對 而且是農友他 尤其是有一定要完成的工作 節奏跟時間 對 那這個感覺很 劃分的很細 那呃 大概對我們以前的工作來講 就是 呃 可以自己說這是自己的專業嗎 有有有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對 就是去判斷這一個團體屬性 還有去判斷當下的一個狀況 去做這個節奏的掌握跟拿捏 對 所以呃 算是靠這個在這裡 那個叫什麼 混口飯吃 混口飯吃 對對對 靠這一點在這邊混口飯吃 可是這個遊戲規則能夠訂定出來 是蠻需要的啊 那所以你遇到的那一個團體的話 他們的狀況是什麼 讓你覺得挫敗 那個時候的狀況是 呃 我比較沒有抓準他們的學習目標 對 所以呃 它是一個呃 課程 那它是有它的學習目標在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在帶領的過程當中 呃 第一個是工作量抓得太大了 就是期待 所以他們會有一種就是 呃 我怎麼是來工作的這個 心情 不愉快 嗯 那其實如果在一個不愉快的心情裡面 呃 要去分享跟要去談什麼事情 其實 呃 是 不可能聽得下去的 對 所以我那次蠻挫敗 沒有達到那個教學目標 所以後續的處理就是呃 再跟一些更有經驗的農友去請教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該怎麼樣去讓 讓這個教學目標可以達成 嗯 對然後呃 呃 還有掌握那個學生心理的方式 對 那後來也是持續跟帶團來的老師 去討論一些後續 是不是還有一些去呃 彌補跟建立那個 就是我們原本希望建立的 就是他們可以看 開始看見就是 依然天有多美 然後他們是參與這一件事情的 呃 意義跟重要性在哪裡 嗯 對就是後續 其實後續花的時間 呃 有一番功夫 那 那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點 對 就是還是希望說呃 大家不管是學校團體 或者是說比較單純的希望呃 呃 好玩一點的性質 就不同的團體屬性來到 到田裡面做農事體驗的時候 他都可以有一定的收穫回去 那呃 呃 我覺得 甚至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團體我會覺得 他只要覺得 他想到農田 他想到的是一個好玩 是一個好的正向的 嗯 有的時候對我來講 這就很很重要也夠了 已經很難了 對 如果繼續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還是在你 未來務農的生活裡面 主要的熱情還是會放在這一塊 農事教育 農事體驗 農事的農事體驗的部分 會是很重要一塊 對那 呃 呃 一邊務農 然後一邊農事體驗 對於是推廣教育的部分之外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 野生動物保育的背景出來 嗯 所以 自己也會想要開始去試著 做一些 棲 棲地保 棲棲地的經營管理 對 就是 呃 動物會住在需要 欸 可能是有植物啊 植物高物或低 或說這個地方的植物是什麼類別的 就是呃 在棲地營造還有室地管理的部分 我們以前其實也有學一些 概念 嗯 就也是有一些 一些一些 也是有學這方面的 學習 那當然也會很想要拿出來應用 對 那只是前三年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先學習農事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啦 就是不一定每個 每個這邊農有很多 所以大家做法不太一樣 分享個人情景 對對對 那我個人個人的角度跟經驗 是我會覺得 呃 我要先把田園種好 嗯 就是先把農事的部分學好 所以花比較多的心思 是先去把 呃 宜蘭這個地方 或者是說 呃 就是我們身邊有成阿公 我們可以有機會接觸到 跟學習到 呃 五六十年前的 那時候的農法 嗯 跟那個時候農 農事操作的方法 要怎麼做 那也有機會像 我們有很多代根大哥 也會教我們 我們也可以跟他們學習到 就是大概 大型機具出來的 那個農業的時候的 操作的一些 他們怎麼去看 種田這件事情 嗯 那怎樣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種好田的 呃 部分 那我我自己 我自己 是先跳到這個框框裡面去 嗯 我覺得我自己選擇 就先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先把田種好 對 那因為畢竟如果你比讚的時候 被人家說 你的田種的比喻爸爸 你就 彈不下去一樣 那個賭的那個 我氣還在就是 還在還在 你到底氣什麼時候才會消啊 你覺得 你自己評估一下 我覺得這輩子 應該都這樣了 嗯 小劉你自己個人的狀況裡面 這麼多體力心力 然後現在就是以農村生活為主 嗯 沒有過什麼比較大的挑戰嗎 哇 現在正在挑戰中欸 真的喔 你願意說一下在挑戰什麼嗎 因為結婚 欸結婚五年多都沒有小孩 所以現在在挑戰四管音樂 嗯 對 那現在挑戰中的原因是 呃 變成說在進行過程當中 我勢必會有一段一段時間是 呃 需要休息的 需要休養的 嗯 那 現在就是靠我先生為主 嗯 然後還有非常多周邊的小朋友 嗯 對 互相幫助 因為你的那個 休養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去在夏天 對 對 或者包括接案子這些都是暫時停止的 對 但這個是一條 不知道多遠的路 嗯 很辛苦 嗯 那 你還好嗎 這這這陣子以來 超脆弱的 是喔 一整個玻璃心 對 然後當然我最近 也有新的體悟 對 我新的體悟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幸運啊 因為我開始注重我的身體健康 嗯 在這之前我完全不是一個養生的人 嗯 所以包括說我的米好了 我很難說 因為 因為台中先生很好消化 然後 很養生之類的 我說不出來 嗯 但是我現在開始比較注重 自己的身體健康 嗯 那我覺得很好啊 我不是因為已經癌症末期了 或者是說 嗯 遇到真的已經 身體不可挽回的一些狀況 才來 才體會到這些 對 才來開始注重身體健康 嗯 那是欸沒有生 小孩生不出來 然後來注重身體健康 我覺得 嗯 自己忽然覺得這樣也是一種 還蠻幸運的事情 嗯嗯嗯嗯 你的麥米有遇過瓶頸嗎 嗯 是說銷售上的嗎 嗯銷售的 嗯 目前 就是還 蠻 蠻感謝那個 朋友的支持 就是一些 小鳥的朋友 親朋好友 對親朋好友 然後還有 賞鳥的朋友 然後 他們會事先來預購 然後所以這些事先預購的股東 我最近都教他們鳥友 他們都超可愛的 因為 例如說我都要報告說 欸今年產量多少 或者是說像 今年天氣真的非常不穩定 嗯 春更的時候 寒流 然後後面雨 雨水又多 那包括 即將就是一個颱風要來了 那 都都 事先也有告訴大家 說今年真的產量就是會少 那包括說我們 田區 田區裡面非常任性的會 欸挑一些小區塊 挑一些區塊就是 呃 營造成是 欸給小鳥 給小鳥住的你知道嗎 湿地是嗎 對那 或者是說有鳥窩 那我們在打田 能夠避開的時候 我們就避開 所以我們那個一個避開 其實就少掉 喔其實算一算也少掉不少錢 嗯 對那 那但是這些這些 這些任性的部分 就非常感謝很多股東啊 這些鳥友他們 他們一起支持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去回報說 欸今年的米產量有多少的時候 我本來都會覺得說 喔今年一定不好 一定會比往年的還少一些 還差一些 但是大家都非常支持 就是會說 呃沒關係 甚至說 欸我的米那些 就留給小鳥吃就好啦 嗯 就覺得哇很甘心欸 嗯 那我那時候選擇預購 很重要的點是 我希望呃當股東 他其實錢已經投進 這塊田裡面的時候 他對這個田地的參與感 以及說對這個田地的耕作收成 我的想像是他更快融入進來 嗯 所以在插秧 除草收割 或說我們一直去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我們的 呃粉絲頁上 那包括我先生他就寫他的工作日誌 非常相識相識的去記錄 呃我們在田裡做了哪些事情的時候 呃預期是 就是那個那個投入是提早發生的 嗯 所以所以是選擇 預購的一個第一個重要原因 那第二個重要原因是 呃我很想去嘗試就是 所謂田區裡面 可能留個一小區塊 嗯 他其實可能只要真的小小的一點區塊 可能讓他是 因為我們的水稻田是這樣子 嗯 可能高度也就腰部高度的稻草 那可是如果你多增加一點點變化 呃像我隔壁的農友樂生田 他是欸做些小水池 這種蓮花啊 這種那個田梗的一些仙草植物 那我自己這邊的田區是 其實也是前輩留下來 有那個呃 角白筍啊 還有野薑花 那其實這些 多出來的這些變化 他讓野鳥去利用的 呃幫助很大 嗯 對幫助很大 就我現在有點苦於沒有科學 就是我應該跟方姨多請教 就沒有科學認證 但是我們自己的觀察 呃 鳥的竹草啊 棲息或 呃例如說 呃 我田區那邊的野薑花蟲 紅冠水只有竹草 然後固定有那個 立小入住在裡面 然後還有灰頭 灰頭焦音 嗯 他們會去利用那個角白筍 比較高一點的枝條去佔 就是他比較不會佔稻田的 葉子上 可是他會去佔 角白筍那個高高的枯掉的葉子上 嗯 對就是那種我們講高精草叢 對於這些呃不同種鳥類的利用 是有幫助的 嗯 這也讓田間風景變得很不一樣 嗯 就一般稻田看過去綠油油的 就整整齊齊的 對 可是你意思是說 像是你小流米啊 樂生米 嗯 都很有實驗心的 想要讓自己的農田 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嗯 那也要忍得住別人的異陽眼光 或 或 在地人的一些 調侃吧 對不對 呃 還OK 還好是因為這個 水池的這些部分 或者是說 小水池 很小的小水池 那其實在 有一個 有經營的狀況下 它其實並不是 我們想像的雜亂 哦 它會是一個就是 喔這邊就種角白筍 就這樣子 就是喔這邊角白筍沒有收 頂多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 我很注重那個社會觀感 喔真的 所以 所以我覺得我壓 把自己壓力也壓了蠻多的 社會觀感啊 那 那他覺得這個田中的好不好啊 那 所以 所以那個景象它其實是一個 對景觀上是加分的狀態 嗯 那我相信 小流你其實剛剛講的 包括有寫 耕中日誌啦 或者是 粉絲專業其實還包括 最近有推出部落格嘛 裡面好豐富的訊息 那個是只要搜尋小流米 就可以找到 是嗎 對可以找到 好 那除了搜尋小流米 部落格 大家也可以關心這位 艾苗農夫 小流 他的粉絲專頁 就叫小流米 對 好 最想廣告的是 那個小農應援團 喔 怎麼說呢 這個需要廣告什麼呢 我覺得小農應援團 真的好好玩喔 就 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 在三個小時當中 度過很快的田間時光 因為那個沒有工作壓力 那主要也是一個 交流為重為主的一個 一個社團的感覺 對那 所以在這樣子 來參與社團的活動過程當中 欸你或許 或許你是消費者 然後你可以來認識認識這些 一些在我們宜蘭很認真工作的小農朋友 那也或許你是一個準備要務農的年輕人 然後欸來看看一下這些已經在務農的 跟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 他們的生活到底是過什麼樣子的方式 對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相互認識的機會 所以也是Google小農應援團 對 就可以知道平常怎麼參與 怎麼報名 對 上面就會有每一次的活動訊息 都會在上面公告 好 那節目最後我只關心一件我個人非常關心的事情 是 你的台語到底進步了沒有 我可以說台語喔 你用台語介紹你自己的米和你做的事情 要怎麼把你的小農應援團報名 你用台語說 好 就是 你可以Google 小農應援團 就有機會來 餐裡面跟小農朋友 台港啊 吃丁心啊 不過在台港吃丁心盡情 要做三天做事 對 可以了 這邏輯大家聽不懂 沒關係 沒關係 好家在我們台港有國語版 為什麼要特別聽小劉說台語 是因為她是一個客家女生 可是每個月都很熱血的 想要去跟我們一起上這個台文課 然後我們全部 每個人一輪到她這個學生講話 都要笑成一團 而且都覺得說 好好你真的可以不用發表意見 而且她還堅持全場 完成要用台語 我覺得揭囊的不是你是你的同學 還有老師好嗎 好啦 我們最後再用台語跟大家說 你做一個農夫的心情是怎樣 有要歡迎大家來做農夫嗎 喔 做農夫 靜候 身體健康 凡事如意 這是什麼東西 謝謝小劉 新年快樂 小魚補充新年快樂 本節目沒有固定形式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十二點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有好有壞 收聽時請相約操作說明書